他救过少爷的命 他那么善良 如果你连他都杀了 那世间还有什么仁慈可言 不要把这种恶心 有多余的情绪放在心上 感情这般无用的东西 除了让人无能为力 还能留下什么 感情不是为了战胜什么 而是会让人感到安慰 少爷愿意为了皮皮站出来 皮皮就不再是孤单一个人 而你 你总不可能消灭所有人 只要还有感情 就会有人愿意为了你挺身而出 我和少爷之间是小爱 而夫子对人间是大爱 你 就算消灭了一切 也永远只是孤单一个 只有弱小的蝼蚁 你才需要相互慰藉 因为相互慰藉过 才会留下不一样的回忆 在卫城 少爷背着嫂嫂 走遍了大街小巷 他每晚为嫂嫂暖娇 到了独城 嫂嫂每天早晨 都给少爷输小便 让少爷精精神神地去书院 我们还一起去陈锦记买胭脂 一起在毕盛区吃好吃的 夫子还带着我们 去了宋国 大河 热海 这些 你都还记得吗 够了 不要再想这些俗事 光明冷漠而慈悲 万物归无 这一切都是回归的代价 这一切都是回归的代价 这一切的经历 都是抹不掉的回忆 永远也不会忘记 这一切的经历 都是抹不掉的回忆 永远也不会忘记 这一切都是抹不掉的回忆 这一切的经历 都是抹不掉的回忆 永远也不会忘记 永远也不会忘记 今晚的夜色 还真是有些刺眼 少爷 你刚刚说得可真好 我们以后就再也不用 像在卫城和燕民湖那样 等待着一场战斗 我们也可以好好地生活 像老师一样 喝酒吃肉 梦胜就如何把你看到自己 这样的日子太好了 都说 如果要是真的在一起了 可能就没这么喜欢 至少啊 没有以前那么喜欢 这么跟你说吧 你打一出声 就进了我们宁家的门 现在算来 已经有十六年了 我可曾逆过 我可曾逆过 既然我们二人相看 这么多年都没有你 那自然这辈子都不会腻 就算是腻 也是腻在一起的腻 亲我一下 亲一下 你赶紧的 来来来 为师 今天就要看着你们成亲 一拜夫子 夫妻对拜 你 亲爱的 我好久没见过 这么热闹的街道了 老师 要带我们去吃什么好吃的 吃饭可是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吃饭是为了活着 而活着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出锅了 给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哪